馬英九大陸和平之旅 第一天晚間就會見 大陸國台辦主任宋濤 宋濤開口就轉達習近平的問候 馬英九則提及久而共識 我轉達習近平總訊息 對馬英九先生 其實問候和兩次人 兩次包是家和 家和萬世新 一家人就應該常來往 因為世界上正式平等 兩岸的合併部門 不只是照顧兩岸 也對全世界的 也要做什麼大陸的意義 馬英九訪錄首站來到深圳 大陸官方比照去年 接機曾經與危安部署 大陸國台辦聯絡局局長 楊毅先上機迎接 並由國台辦副主任 潘賢長接機 接著一行人就直奔 大陸無人機之光大江總部 由同為台灣人的 大江總裁羅振華親自接待 特別觀看直播神器 手持穩定器 鏡頭看你 你開的時候你就不用去甩了 參觀過程30分鐘 馬英九一度詢問 怎麼看無人機用在俄烏戰爭 解說原則表示 沒有辦法去管制對方 參訪大江總部後 馬英九一行人 前往互聯網龍頭 騰訊深圳總部 許多台灣民眾使用的微信 就是騰訊產品之一 同樣外號是小馬哥的 創辦人馬化騰 親自接待 並贈送廣東行詩 預計馬英九二號 前往廣東中山大學 與石神交流 瞻仰黃花岡72烈士林園 參觀國父孫中山故居紀念館 並在三號晚間抵達陝西 並在七號到十一號 展開重頭戲訪問北京 有望會見 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 記者林信線 顏沛羽在深圳的採訪報導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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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